为什么会推行 我们一般讲的 经不起考验 考验越严重 对自己的提升越高 那要怎么样才能够 突破这些考验 那是真心 真愿往生 真正愿意做阿弥陀佛的弟子 无论什么样的诱惑 魔王博旋的手段很多 先是用财色名利来诱惑你 高明厚立 你看到会动心 一动心一摧转 就毁掉了 再就用规矩 财色名利是软功夫 威胁是硬的功夫 种种方法来打击你 你能不能受得了 严重的 像忍辱先人 遇到高力王各界身体 他不对 那高力王问他 你还能忍吗 能 你没有成会吗 没有 啊 如果经不起诱惑 经不起考验 知归的是谁 是自己 不是别人 啊 忍人之 不能忍 为什么有这么大点 忍辱的心 忍辱的心 因为了解诸法实相 一切法的真相 无论是威胁也好 利用也好 全是假的 凡所有相 解释说 你要把这个点当真 你就接受 接受 苦就来了 你就有苦受啊 如果我了解真相 我不接受 不接受 不接受没事 那么诱惑我们的人 欺负我们的人 陷害我们的人 他给我 我们没有接受 没有接受 那他退回去 这个意思要懂啊 好像送礼 我送礼 你不接受 那我就拿回来 那些人 他接受了 他接受 他造的卧业 这种卧业 是属于性罪 本身 就是严重的人 就是严重的业障 因此 我们能够体会到 释出世间法里头 我们一切所受的 全是自作自受 人家给我 我不接受 没事 一丝毫障碍的 我要接受 接受不就越想越生气 这个生气对我们的身心 都不健康啊 那我们的道意也退转了 不能精进了 所以精不可不读 要常常读 读精 就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 我们不上当 末发时期 发若磨墙啊 真正一教修行的人不多 假的多啊 真的不多啊 所以发若磨墙 要认识清楚 绝不上当 啊 那么遇到这个事情怎么办呢 赶快把念头转过来 转到阿弥陀佛 啊 不要再继续有念头 无论是善念是悟念都不要 念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事出事出事法 善中知善 无与伦比的 究竟圆满的大善 为什么不念佛呢 千万不要把念佛给忘掉了 啊 善于 瞬间 不生欢喜心 欢喜是烦恼啊 喜怒爱怒爱无欲 叫七情 七情五欲 欢喜也是烦恼 怎么样不是烦恼 心是平静的 亲近心里头 没烦恼 平等心里头 没烦恼 用阿弥陀佛 把我们心里 烦恼吸气 统统清除掉 把阿弥陀佛 请到心中来 在心中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就对了 你身心健康 阿弥陀佛加持你 一切诸佛菩萨加持你 他加持得上 为什么 心情近 心里头有染污 就加不上 心里头有不平 加不上 所以心一定要贫 心一定要干净 聚知佛号都加上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